取螢幕畫面的程式 其實它的程式 還是來自於網路上的範例 也不是我寫的 是我參考別人的 把它抓下來用 那這裡 我們來 建立一個 專案 那這個 我就叫做 CatchScreen 我看我這邊叫什麼 我這邊叫 CaptureScreen 所以我專案叫 CaptureScreen 那我按OK 按完之後呢 我在這邊 加一個按鈕 目的是讓這個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可以開始 抓取畫面 我們總得 給它一個按鈕 好 我把這個縮小 因為我們不需要很大 好 這時候呢 看一下 ButtonCapture 叫ButtonCapture 所以這邊 就名字上面 就讓它叫 ButtonCapture 好 那文字的部分呢 我就讓它叫 抓取 好 就這樣 那其實我可以讓它好看一點 所以 我在Duck 這裡 設定成全畫面 好 就這樣 那這樣我就有一個 程式 但是這個程式 現在沒有內容 所以我按這個 我按這個抓取螢幕 它沒有反應 那接下來我把它 點進去 ButtonCapture 這時候呢 我把 真正重要的程式 抓進了 這個程式 就是用來抓取 螢幕畫面 OK 那這個是 參考 網路上人家寫的範例 這裡面 都有原始作者的 註解 原始作者的註解 好 那用法呢 也很簡單 抓取螢幕畫面 用法 我把這一段貼進來 現在呢 這個 我把抓取來的東西存在C槽 那用GIF檔的方式存 OK 那我們來 試試看 好 有錯 先建置一下 沒有找到這個 Image Format 這個是在 繪圖的 寒水庫 應該是這一個吧 那我還得加上這些 圖片 這個重複了 拿掉 然後 OK 這裡有一個 東西 就是 Picture Box Display 這個 這個 也就是代表 我在這裡 還得加上一個 Picture Box 先把它 Layout取消 好 我把它放在這裡 好了 好 我放一個 Picture Box 上去 Picture Box 好 而且這個 Picture Box 欸 我叫什麼 Picture Box Display OK Picture Box Display 好 那 我讓這個 Picture Box 變成 全畫面 所以 我讓它的 Dark 射成 Full OK 喔 這裡會有個問題 欸 先 縮小 好 我把這個 提到最上層 否則它會蓋住 好 這時候才設成 Dark 是Full 好 這樣就不會蓋住了 好 這時候我們 開始來執行 這個東西 好 你會看到 我現在要抓取畫面喔 那 我這樣子可能會讓各位誤解 我抓取這個畫面 好 我按抓取 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抓到的這個東西 我把它最大化 就是剛剛你看到的那個螢幕 這樣 OK吧 就是你剛剛看到的那個螢幕 OK 好 所以這個就是抓取畫面的範例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很有用 所以建議各位可以去試試看 把這個 抓取畫面的範例 稍微 稍微 做一下 那我乾脆把專案放上去好了 這樣子 各位不想做的同學呢 就直接下載下來用就好了 所以我在這裡 Capture Screen 我把它傳上去 好 Capture Screen 那我就傳上去 建议各位至少下载下来执行看看 你会比较了解这个程式 这样可以下载 OK好